绿油油的坡地却露出一大片泥灰色土石 这样的画面相当惊悚 桃园复兴区光华农路 大规模崩塌前市区范围约有七公顷 加上偏颇变位速率不断增快 也让危险性增加 虽然区公所已在坍塌地震下方 也就是光华道路上放置简易挡泥墙 仍难解路过民众的心慌 会耶 因为怕整个地层滑动的问题 所以经过那边都会加速 区公所跟水保局表示 依照目前检测结果 坍塌前市区对通往卡拉赫 跟后关华部落居民出入并没有影响 反倒是关华农路周边农地的地主 因为丰路而无法到农地跟座 成为第一波受影响的民众 我们现在是要求我们的那些农友 你们不要进去再去做这个农业的工作 就怕他们过这条路的时候会崩下去造成生命的危险 照规划的话应该是在果园那边忙 现在都不能过的话就休息 你没有办法过就算你做 你的后屋也出不来啊 明明正要步入农忙期 为接着下来的五月桃收成做准备 这农路一封下去农民损失又该由谁来负责 我们也将我们就是关华农路后面的这个农地的农户的人数 它农户的农地的面积 还有种植的水果种类 以及一年的大概水果的生产量 把它数据调查好以后 给这个农业局去做个农损的一个参考的依据 至于如何补偿农损 人带由农业局规划回应 另一方面关华道路是卡拉赫跟后关华部落 唯一连外道路 万一土石崩塌中断道路 恐怕会让当地形成孤岛 大约66户居民的民生跟行车安全 接着下来该怎么走 居民希望政府赶紧找出解决方案 新闻热死桃园复兴采访报道